今天的香港传真带您锁定香港普选的话题 香港泛民主派议员在星期三提出尽快普选的动议 批评中共极权本质 动用各种手段打压和拖延香港实践民主普选 呼吁港人用公民抗命的方式和平理性争取民主 动议由公民党汤家华议员提出 而多位议员也批评中共极权本质 以不同手法拖延正改和民主化的进程 令港人非常反感 我们看到很多在内地发生的事 是完全违反和否定香港人一贯认同的核心价值 对一个这样的政府 由它来决定我们有没有普选 你叫香港人怎么信得过呢 所以我们继续要容忍贫富懸殊的存在 容忍地产霸权继续示弱 容忍官商勾结的情况 令到很多小市民生活在水深火热 议员指港人的愤怒已经接近临界点 呼吁港人以公民抗命方式争取民主普选 包括近期学者提出的包围中环和政府部门等 我相信有很多市民 未必是全部啊主席 但有很多市民觉得 不就放马过来啦 议案在建制派的反对下遭到否决 新台记者林秀宜在香港报导 名字挺好的 是的 那是现在的